惹上五千五百万元官司的赵薇,银明内不能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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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跟된 google theme world 英出演,还诸葛葛走红的赵薇,除了拍戏还活跃在资本市场上,重庆路桥,唐德影是阿里影业,中国创意的股东中有过他的身影,法国的葡萄园酒庄,国内的别墅豪宅也都是他的投资对象,过往优异的投资收益,也让他有了女版巴菲特的外号。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在2017年,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打算利用一家空壳公司以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撬动30亿元的杠杆资金,收购是直百亿的万家文化600576SH,献名魏祥园文化。 当然,这笔收购在媒体的质疑和监管层的介入下意失败告终。 故事到这还没结束,继今年9月赵薇夫妇遭440位民投资者所赔5585万后,又于近日收到上交所发来的纪律处分决定书。 上交所决定对浙江祥园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孔德勇、西藏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其直接负责人黄有龙、赵薇、赵正宇以公开谴责,并公开认定上述人员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兼是高级管理人员。 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兼是高级管理人员。 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兼是高级管理人员。 20日文件,祥园文化公告称,上交所对祥园文化、龙威文化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公开认定黄有龙、赵薇等5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兼是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公告详细列出了五宗罪。 1、龙威传媒为审慎筹划收购事项,为充分提示终止风险,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2、龙威传媒披露控制群转让事项的筹资计划和安排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3、龙威传媒为及时披露与金融机构为大成融资合作的情况。 4、龙威传媒对无法按期完成融资计划原因的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5、龙威传媒关于积极促使本次控股权转让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不导性陈述。 5、美金小编微信号,Nus注意到,今年4月16日,中国证监会就公布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相关人员市场进入决定书,驳回了赵薇夫妇、龙威传媒、万家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身边。 因当事人要求,证监会还举行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陈属和审辩。 经复合,证监会认为该案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的申辩理由不能成立。 而该案也已经调查,审理终结。当时的处罚书表示,对黄有龙、赵薇、孔德勇分别采取5年证券市场进入措施。 同时,对万家文化龙威传媒则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 对孔德勇、黄有龙、赵薇、赵正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440人所赔5585万。上交所发来的纪律处分决定书中显示。 经核实,祥元文化应筹划控制全变更事项于2016年11月28日停牌,停牌时公司股价位18.83元股。 2017年11月12日复牌后,祥元文化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第三、第四个交易日继续收涨,最高涨至2500元股,涨幅高达32.77%。 2017年2月8日,祥元文化再次停牌,停牌时股价位20.13元股,停牌期间公告股东股份转让比例由29.135%,变更为50396%。 2017年2月12日,祥元文化复牌,当日股价下跌8.49%,第两个交易日下跌6.89%。 2017年4月1日,修世,祥元文化公告解除协议,则依交易日股价下跌2.39%,后续该股股份持续下跌。 2017年6月2日,祥元文化股价跌至最低点8.85元股。 截至2017年7月21日,祥元文化收盘价位903元股,较2017年1月17日股价最高点25元股下跌,63.88%,较2016年11月28日首次停牌前股价下跌45.20%。 该控制全转让事项及相关信息披露期间,公司股价波动幅度巨大。 在此背景下,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 今年9月,祥元文化发布公告称,6月份以来,公司陆续收到法院应诉通知书,涉及96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诉讼金额共计人民币1132万元。 已有440位投资者起诉公司总计所赔5584.77万元,其中部分案件的被告还包括赵薇、龙薇传媒、孔德勇等人。 据第一财经此前报道,起诉材料显示,来自上海的网女士在2017年1月24日至26日期间,合计美入万家文化县祥元文化100000股,均加20.94。远美股,至今仍持有。 经律师计算,索赔金额9.6万元,其中包括投资差额、佣金、印花税、利息损失。 截至9月19日收盘,祥元文化的股价位4.93元每股,比原告王女士入股时缩水了76%。 代理律师说,一方面,在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买入祥元文化股票,并在2017年4月1日后继续持有或卖出该股票的受损投资者可以索赔。 不过,最终索赔条件以法院认定为准。 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虚假陈述案率有发生,祥元文化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该案有多个亮点。 据《财经》杂志,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新表示,祥元文化案有三个明显特点。 一是,影视明星在资本市场里被顶格处罚的这是首例。 二是,祥元文化行为涉及法定的虚假陈述三个方面全部内容,虚假记载,故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事业界首例。 三是,用200万元注册的空壳公司大胆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的做法极为少见。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美金I第一财经,每日经济新闻。